我们认为可能现在是发展这个互联网产馆网的一个时候了 我们可能如果急做新增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当然技术的问题来不得半点息假 科学有可能走不通路 走到死活通去 第二 即使科学能够走通 市场没有人需求 这个产业也发展不起来 所以为了让未来你们之间有更好的合作 现在我有一个建议 其实你们可以向对方来提一个要求 或者说是建议 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说 那个真正乌联网或者乘干网 咱们直接一点 比如说我要钱 我要地 我要房子 类似这样的 不能再铺垫了 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 一铺垫 杨书记觉得你没有要求 你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要签学的钱 我再按理说一下三年到位 杨书记现在看到我们的产业化的推进了 我们的市场在推进了 当时说你这样子 我一笔 一字性全报今年年内 我全部到位 然后我再另外再加一个刀查的钱给你 这是我们的协议之外的 为什么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产业在快 我们目前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这好像启发杨书记以后还得照这样的办法来办 对 是个意思 说了半天了 杨书记的理解跟我一样不一样 你觉得他刚才说了这么多 他不敢太直接 其实他想要的是什么 要一个特殊的款机 特殊的机制 来使得他能够有一个爆发性的情况 说对了你的心思吗 说得非常准确 你还不直接说 硬把这个任务扔给杨书记 让他来解说 那杨书记接下来可以很明确的 给有着这样远大报复的企业来提一个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 留下人 留下人 好 你会走吗 因为现在国家的标准工作组的 国家的标准工作组的组长 我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希望他整个产业做起来 无锡他有了这种好的环境 我当然应该在无锡把这产业做好 做强 做大 在美国提出的智慧地球之前 但也有很多公司跟Nokia 他们提出的Sensor Planet 传转星球 就在这点上 它其实跟美国智慧地球是有点一致的之处 但是就是说 因为IBM和奥巴马影响得很大 因此美国智慧地球提出来以后 似乎被更多的人接受 这一提出来以后 他就叫醒了全世界的人民 总理到了咱们无锡来以后 他叫醒了全国人民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的下一个发展 必须进入一个爆炸差的时期 不能在台湖以前 比如说这种传统的发展 滚雪球式的发展了 春天已经来了 再滚雪球 雪没了 因为我知道温家宝总理已经把感知中国的中心放在了无锡 这可能跟我们无锡在这个领域当中的非常卓越的表现是有关系的